主管社区事务署的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透露 社区事务所成立两年多来 每天平均收到的意见反馈多达1888个 其中收到最多反馈的是在环境卫生领域 傅海燕上本台诗成有约的十分访谈单元 谈到社区事务署在处理社区大小事上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接下来如何通过科技和分析大数据 来加强跨部门之间的合作 比如说我们发觉到某一些地方 特别是在大周末 长周末 假日周末之后 环境卫生的回馈会升高 我们可以是否先预先的 把更多的这些垃圾桶给放置好 或者是说在长周末之后 要加多这些人员多做一些清洁的工作 而不需要等到民众来回馈 目前公众能通过一连通手机应用程序 向当局提供反馈 并从网络平台上获知相关资讯 就像个关系人员头 听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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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